他有什么啪啪啪是你们觉得很NG的 如果在啪啪的时候他叫别人的名字 可是有话 然后你知道他在里面他跟女生要裸照 Oh my god 他就讲不是你懂吗 这是一个成就感 超嗨女孩越来越嗨你好 我是Vivian 刘秀薇 今天我们要到的客庭呢 就跟母胎单身 还有情感丰富有关 到底女生会选择跟母胎单身的男生在一起 还是情感丰富的呢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是Nana Hi 我是Ashley Hi Best on我们今天录制 昨天呢Mac就发布了他的新歌 恭喜Mac的女朋友 关我什么事 因为你最后出现的那一幕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无敌 美的 很唯美 然后又觉得很感动 哇 卡出现的时候 那个感动的感觉就好像哦 一个男生追求爱情追求了很久 最后找到他的真爱 所以我觉得今天请你来这集是非常对的 对对对 他那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刚好你有经历哦 母胎单身 情感算丰富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Best on我们字面上看的就是母胎单身 怎样才可以分辨的出 我是第一次跟母胎单身 就是Mac啦 然后我在以前的话 我没有去想 就是有没有要跟母胎单身 还是有没有要跟感情丰富的 就是有感觉 然后觉得这个人OK 性格不错就OK啦 就可以在一起 应该没有得选了 对啊对啊 哪什么 就有点感觉这样 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特征了 就看得出哦 他应该就是母胎单身 看不出的啊 我以为Mac很厉害的 很难讲我觉得 可是因为我们有跟Mac相处过 然后看得出他对女生 那总会觉得哦 OK母胎单身 可是过后他跟我讲 他没有拍过头 我也是 不相信 我怀疑他 怎么可能 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 而且我跟他相反 我以为我老公是渣男 他样子就很渣男 会吗 哦会啊 蛮渣的 怎样断定渣男 就是看起来很会玩 Badboy Badboy那种感觉 就是看起来感情很丰富的那种 会不会会说话 我们就会同等于他很渣 或者是很厉害去撩人 Mac的会讲话是很油腻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 我觉得一小部分可能 一小部分可能 那你骗你又断定呢 就是渣男类型 怎样才叫渣男 油嘴滑舌啊 油嘴滑舌啊 你还一见面就讲什么 一辈子要给你再笑 对对对 那我很奇怪 我没有啦 可是我朋友有啊 诶我不懂 有我老公有 就一开始他会跟我讲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第四月会的时候 他会主动为我吃饭 我就想 哇才第一次见面了 还是他断定了你 就是他接下来要走下去 哈喽才第一次见面了 哈喽 可是最后也是变成你老公啊 对可是 那个第一印象会觉得 嗯这男的会不会跟每个女生 都是这样 可是他也是很大胆 就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 为什么你第一次过春 来我喂你吃啊 我就 可是你又OK哈喽 帅嘛 哈哈哈哈 长得丑你试试看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会想要跟他结婚 感觉吧 嗯 我觉得爱情这种东西 真的是看感觉 很难讲说 哦我觉得他条件好 还是我喜欢什么180 嗯 我跟你讲 这种想想就好 不可能 嗯 因为以前他跟我讲 我我 对的人你会懂 啊对 然后那时候我跟他讲 蛤 他get不到 有这样的咩 怎样懂 对的人怎样懂 好 下一懂 感觉 感觉骗不到 我觉得这一次你更加的小女人了 就感觉被和护的感觉 肯定 所以说母胎诞生也未必是不好的 因为很多人会很担心 就觉得 哎 母胎诞生的男生很惨的 因为我教会了他 有可能他不是跟我走到最后 我把他就送给了别人 然后去照顾下一个 我觉得OK啊 其实 我觉得有好有坏 就对好像情场丰富的男人 可能就是他们会 在爱情方面比较有经验 嗯 就是你不需要去教他 怎么样去爱你 哦 你要多关心我啊 你要多陪我 他们就很会 嗯 可是他们还是 you know 海王 可以对你好 也可以对其他人好 可是如果你讲 你要找一些比较 那个什么母胎单身的话 你就要接受他 可能很多东西都不会 然后你要去教他 然后我觉得教到来 你不能讲说 哎 万一我教了他 他跟别人走了怎么办 因为 就是双向的 嗯 我们控制不到那个结局 可是最重要是享受当下 那你们两个会怎样选呢 就我要母胎单身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白子 感觉是我舔我要的东西上去 他就噢噢噢 然后他就学我想要的东西 根据他要的 而且我觉得是安全感 嗯 好像你找那个海王 你会担心你会不会只是他一个 其中一条西呀 对啊 那个小鱼这样就游过了 很多那种很不确实的感觉 没有安全感 可是母胎单身 他们就是可能比较 就简单一点 我就爱你一个就好 那种感觉 可是我本身就很没有安全感 我连跟Mac一开始的时候 都没有安全感 就他是母胎单身 我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绝对不能跟 经验丰富的 我觉得很多人很好奇的 因为你长得很漂亮 你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 我需要时间 一开始就没有安全感 可是现在 我跟Mac就来 随便 给够了 每个都能信任的地址 我之前就在我们网络上面 有看过 包括了我有一个单身的朋友 他也是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的 他讲 你觉得呢 讲到就是 我觉得问题 有点敏感的 我的小编 母胎单身就等于是处男 你们会不会介意 对方在性生活方面 他不是很成熟 母胎单身不一定是处男 对吧 真的 有可能可以混合 但是他没有谈恋爱 不是 就可能追抱女孩子 就是因为追抱女孩子 他才去纪念人家 就是可能one night or something 分开的 分开的 所以母胎单身不一定是处男 就解锁了新的领域了 那如果你们发现到他讲他自己是母胎单身 他不是处男你们接受得到吗 接受到啊 OK啦 Alice还有去诚实的跟我讲 Alice他不是只要讲我母胎单身 然后我又没有做过 比一下年代 对啊 都已经有点泛滥了 感觉 嗯 今天之后我就会改观啊 然后他跟我说他是母胎单身 我说OK 好啊 这是一个处男 超纯洁的 no no 接受另外一个问题了 no 那因为也是有 这是我们的就是在shock上面呢 就有我们很多的观众就问 如果对方哦 这方面性经验不丰富 你们会不会介意 会讲说OK 他就不是我的另外一半 也不会是我考量的择偶对象 不会 可以教 可以可以教啦 可以练习 爽秀 呀呀 如果是那种 pattern啊 是可以练啊 可是如果是size的话 就capital 不然他在这方面很丰富 我们才更加怕 如果他是看很多 在那边学习 可是他要实战他才懂啊 哦是啊 对啊 看不一定会的 哦 要实战 那如果你的 在讲什么 最上讲是很多实战经历的 你OK吗 我OK啊 毕竟我们都 都 成年 这个年纪了 就是不可能你说 哦 我就单身 然后没有动过 这十年来都没有动过 怎么可能 那有什么 啪啪啪 是你们觉得很NG的 你们会觉得 哇这个男的真的不可以啦 接受不了 我觉得一开始 哦我不要戴套 我觉得 哦 这很负责任 哦 我不会设里面的 哦 可以 我不会的 我很厉害的 那种 哦还有 还有不卫生的 怎样讲不卫生 没有洗澡 或什么 哦 呀 如果在啪啪的时候 他叫别人的名字 看你 哦 哦 我没有试过啦 可是我就在想想 嗯 应该 嗯 不行不行 不可以啦 这很 这真的很太过分了 什么啊 你破箱真是shade 哈哈 那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到 就是如果他完事了 他没有照顾你 他直接倒头大碎 哦 那我看戏一下 有点shade哦 嗯 嗯 要聊一下 嗯 要抱一下 要摸一下头 那时候也是蛮off啦 蛮off啊 所以男生啊 他记得这东西不可以 完事了 要给余和护根 还好吗 刚才没痛痛吧 付package 要做完全套了 不可以到那边就stop了 不可以 里外 里外的一个爱 我觉得比较幸福 可以做得比较长久 嗯嗯 要说出自己的 我觉得 不管哪一个幸 幸福还是幸福 都很重要 有了幸福 就会有幸福 啊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 就是你们的另外一半哦 他们是情场很丰富的 Ashley就没有啦 我知道 我是没有啦 全部都很很乖啊 然后可能就一两个这样 嗯 所以是没有丰富的 嗯 可能我选的都是 可能我就是不喜欢 丰富的吧 如果如果 我一开始遇到的是 你老公这样的哦 第一天就这样 我是直接off的 哦 你就不会再跟他 身体调下去 嗯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 原来他做这样的举动 可是结果他是 很很loyal的 啊 可是你给我的话 我就来 OK 拜拜 我不会再跟你聊天了 这样的 嗯 所以可能我是自动 filter掉 嗯 可能讲了很多灾难哦 他们会 他们是那种 披着羊皮的狼 看不出来的 尤其是灾难 特别会演 那你如何分辨的呢 分辨不到啊 只有时间能告诉你这一切 然后慢慢你会在一些蛛丝马迹上看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 如果你发现他不对劲 你是果断立马斩 还是你 不是耶 我是那种会被骗的 哈哈哈 就呃 是很陌生的一个interface 我就 我开着眼睛 然后我就 你在中我 他就 他就这样 因为我在睡觉嘛 真的是这样 刚好我开眼睛 他就快点quit掉 我说电话给我 然后不要 我讲你在我发疯之前 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打开来看 我讲 他是一个游戏 女生们 游戏里面的聊天室 哇好聪明 现在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子的 会被抓到 而且没有history 而且也没有人想到 我就在玩游戏 对 然后你知道他在里面 他跟女生要裸照 Oh my god 有游戏可以生照片吗 我不知道 我有一个聊天室吧 他是一个聊天室的 在电视上的游戏都会这样子 男生他们就觉得在里面 他们正是 HERO 因为带女生吃鸡 带女生飞嘛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会很喜欢那种 很疼的女生 你是带我飞吗 可以金钱给我吗 女生的金钱 他们就真的被你先进去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看到他跟那女生要裸照 那女生发了一张 就是搂着毛巾的照片给他 他就想 不是 你懂吗 这是一个成就感 你想看 就是我用我的照片 他不认识我的 可是我是一个陌生人 我跟这个女生要裸照 他可以给我 你不觉得这是个成就感吗 我就 心里有问题 这样你讲事就是 两个都有问题吧 这个真的是 一没有PUN 我很容易被PUN 我不喜欢 我不可以 我一定离开了 拜拜 那你们的折偶条件 会不会基于对方的种族啊 或者是身高啊 来断定 我跟你讲 真的没有选的 颜值 一开始一定是颜值 是是是被洗到的 然后过后才更进一步了解 对 那你们两个都是看颜值的吗 有没有一些例子 就是你们的折偶条件类型 这样子的 什么叫颜值稿 我喜欢比较成熟的 但是喜欢不代表会遇到 有一个小贴士可以给大家 是怎么样去判断说 这个人的颜值 我能不能接受 因为是你会看 你觉得这个人好看吗 我知道 对 你算是问我的 对 我就问他 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我讲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这男人你请得下吗 是吗 请得下就是好看 sorry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对对对 他那时也是这样问我 然后我就 请不下 你这样不好看 对 你喜欢这男人好看吗 我懂耶 请得下 请不下 ok ok 那如果说你刚才讲 喜欢成熟类型吗 有没有什么例子 你在电视剧看到的 那种韩国 那种oppa40岁那种 脑流吗 还有那个 The Glory的那个 那个 那个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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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dy 我是喜欢笑容好看的 你笑好看 我就 就 就 加十分了 所以 男的 然后我觉得 ok好看 除了Mac以外 有什么例子吗 笑容好看 我喜欢金秀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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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硕 你看全部都是那种 谈情默默 然后笑起来很好看的 啊 我一个type 我一个type 我发现到很多人都讲 马来西亚男孩子很好的 就是国外的女生也是想要跟马来西亚男生结婚 听说是这样的 啊 也比较没有那么机车 嗯嗯嗯 也就是台湾嘛 很多人去台湾念诗 台湾好像 好像很多人会讲话 很窄的 我不懂啊 我也是很好奇这一点 有没有就台湾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会讲台湾男生很机车 对对 嗯 这个我蛮好奇的 嗯 我发现到我们的shock 就是超海女孩 下面也是有很多人留言就讲说 女生一定都是看钱的啦 只跟有钱的男子在一起 你们赞同这一点吗 我身边都有啊 有喜欢看钱的 嗯 也是有喜欢爱情的 嗯 我三观是比较buy爱情的 因为我恋爱脑嘛 嗯 如果你讲那个男的很有钱 可是他没有长在我身边 然后他对我还好 就对很多女孩子很好 我也是不可以 就不会考量 就是他再有钱的 不可以 那那你呢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所以我知道我是吃面包了 嗯 因为我觉得吃面包 可以有情感上的幸福和快乐 嗯 可是如果他很有钱 可是他又对你不好 然后在外面跟很多女孩子的话 嗯 现在你都不幸福 嗯 不可以咧 你委屈自己罢了 而且现在女孩子可以自己赚钱 真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 会每人就觉得女生很物质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能力 可以赚钱 这样子才会 可以避免 就不会被抛弃掉 嗯 今天我们最后一集的嘉宾就是Ashley 还有娜娜 不知不觉当中呢 我们要吵嗨女孩就来到了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啦 你们想不想要看第二季呢 想要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什么话题咯 谢谢我们的Ashley还有娜娜 谢谢Vivian 拜拜 别忘了要继续关注我们的SHOCK